还敢气场满下 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这回便跟他们算算账 有人吗 好 是罗师的 罗师的 你好 乡长和书记呢 他们在镇上 南南北洋饭店吃饭呢 这么晚了吃什么饭 好像是贼过生日吧 带我们去找他 好 老李 你带罗师长去 我直播呢 好 来来来来 罗师长 你又来了 对 我又来了 您请坐 不用了 你们吃好了吗 服务员 服务员 叫服务员 走走走走 出了乡长副乡长 书记副书记 别的人都下去吧 走走走 来来来来 老师 够务员 多事长开会是不出言的啊 咱们开始办公 好 坐下吧 把窗户看一下 来来来 走走走 听说你们又反口否认 神龙乡的各项经济指标 有水分了 这 说 说说 这张金碎卡是怎么回事 不认识了 这是你们发给龙泉村小学 陶兰老师的工资卡 里面只有一个月的工资 这种信用卡 不止陶兰老师一个人有 别的我已经派人去收去了 你们弄虚作假的想象力 很丰富啊 白条换成了金碎卡 补罚拖欠教室工资 你们开了庆祝大会 上了报 上了电视 你们是在干什么 欺骗政府 欺骗群众 这问题是严重的 陆相长 专项拨款 给教师补发工资的钱到哪儿去了 这笔钱 我们准备开办公楼 挪用了 后来呢 想卖辆车 补罚工资 可县委的万书记说 他说 说什么 他说车卖了 以后你们还需要 又得买 这样一出一进 损失太大了 他让我们 通融的办法来 来救急 通融的办法是什么 就是用金碎卡 糊弄领导 坑害教师吗 我们又没有办法 发金碎卡 是万书记让做的 业记者 给我张纸 你说发金碎卡 是万书记的主意 如果你反映的情况属实 你把它写下来 签上字 博士长 这 这 你们搞这一套 已经欺骗了各级政府 和广大群众 如果你不敢写 那我认定 你说的是假话 你等着处理吧 我让 我写 我写 罗市长 你没来了 跟万书记联系一下 如果他睡了让他起来 就是我找的 好 万书记这会还没休息 就在太子县宾馆 干什么呢 有客人 带我们去找他 好的 好 谢谢您好 放这儿 不归此罢休 谢谢您好 叛师傅在哪儿下 好 好 谢谢您好 带出去在哪儿呢 谢谢您好 来呀 来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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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情凡事 别好心头 走不来点掌声啊 罗市长 欢迎欢迎欢迎 您跟业绩者 您一起唱一首男女二生唱吧 安排这地方 我今晚在太子县本部 你马上通知 县你的四套班族 赶快来开会 什么 这里边只有一个月的工资 这个鲁冠杰呀 真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 神农香布置这一张金碎卡 还有许多份 罗市长已经派人去收了 这个神农香看来确实有问题 太不像话了 不只是神农香吧 恐怕太子县香香都这样吧 那不可能 罗市长 您亲自安排的 解决拖欠教师工资问题 实行的是第一把手责任制 我是亲自抓的 你抓得好啊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组织力量再复查一遍 罗市长已经派人连夜去全县收金碎卡了 市政府办公厅文教局 都出动了十几个工作组了 怎么出现这种问题 我 我真是大意至今周 所谓的物格 这是鲁万杰写的 你看看 你如果要接着闻过是非 那咱们谈话到此结束 进来 罗市长 万书记 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 都到齐了 你先去主持会议 把情况向大家通报一下 我随后就到 好 万书记 要不要现在就告诉一下 龙书记 先沉住了气 罗市长 一会儿太子县领导开会 我可以现场采访吗 可以 这次太子县的事情 要用各种社会监督手段来解决 让你用各种社会员 就让你用这两个零件事 好 叫你 您好 遗憾 您好 和我 跟他一位 刚给大智打了电话 通报了情况 这个水分搞得也太现行了 咱们田州市刚开了庆祝大会 宣布拖欠教室工资成为历史 搞了个家喻户晓 妇孺皆知 这个问题要不及时解决 那就成了天大的笑话了 我们三个领导小组组长 简直成了糊涂瓜了 陆市长 你什么打算的 我正布置太子县连夜收精髓卡 你和大智立刻赶来 咱们一起办公 这是不是太晚了呀 尚文啊 事不宜迟 我请你们立刻赶来 好好好 我马上就到 我请你 本夜算更的 干什么呀你 太子县又出事了 太子县这个问题 有没有可能成为你在天州的突破口 难说 万寒珊在天州非同小可 弄不好 会不会成为你在天州的一个陷阱 只能这么干 没有更好的选择 哎 这个万寒珊啊 真有意思啊 哎 这个万寒珊啊 真有意思啊 你手里拿着金髓卡 他说是个别现象 你说神农箱不止一粒两粒 他说神农箱确实有问题 你说太子县其他箱也这样 他说不可能 你说今夜就把太子县所有的金髓卡给收上来 他说大仪式荆州 你拿出鲁冠杰写的材料 才逼成目前的局势 听过刨顶解牛的故事吗 当然听说过 我们做事情就要像刨顶解牛一样 善于找着结构的缝隙 然后顺理成章的去解剖 一个庞大的架势 也会轰然倒塌 关键是 每一刀都得下的是地方 卢市长 当舰都来了 坐下吧 当舰 情况都通报了 通报了 通报了些什么 市里已经组织 十几个工作组 连夜赶到我们太子县 挤我们的水分 查我们的白条 嗯 还有 我这个太子县第一把手 县委书记 不是大乙市荆州 是纵用指使下面的人 弄虚作假 这是你自己认识的 这是罗市长 调查研究的结果 上次 在你们召开的 解决拖欠教师工资问题的现场会上 我曾经有言在先 出了问题 一把手负主要责任 县委书记万汉山同志 为什么会犯这么严重的错误呢 我请大家好好想想 到底为什么 上次还决定 对以往的各项经济指标 核查及水分 但焦天良同志主持这项工作以后 一筹莫展 原因就在于 万汉山同志一统天下 抵制这项工作 旧的水分没挤掉 新的水分又冒出来了 这有点顶峰作案的意思 什么是腐败 贪污受贿是腐败 虚假浮夸 欺上瞒下也是腐败 一个不受监督的权力 难免腐败丛生 难免腐败丛生 这事情还小吗 在座的 我和王汉山在内 大大小小都是政治家 一个对社会撒谎的政治家 有什么资格坐在台上 罗市长 孙书记和贾市长赶到了 知道 他们二位是我请来的 今天我们天州市稳定社会领导小组的主要领导 连夜在这儿开办公会 解决问题 罗市长 我觉得也应该请龙书记来 他是我们天州的市委书记 好 来了 辛苦了 二位 罗市长辛苦了 罗市长 你打电话的时候 我正躺床上看书呢 也没有睡 好 坐这儿 太子县委 县政府的主要领导正在开会 我向二位通报一下情况 准备以社会稳定领导小组的名义 召开一个全市范围内的 解决拖欠教师工资 及水分核查的县城大会 地点定在哪里 就在太子县中 规模多大 都哪些人参加 太子县的副科技以上的全体干部 全市范围内的各县区一二把手 还有主管文教的副书记副县长 时间呢 明天早晨六点钟 今天早晨六点钟 六点钟是不是太早 有些地方四点钟就要动身 我们教室要用这种非常规的做法 震动一下党政系统 在解决拖欠教师工资问题上 太子县的水分估计达到了百分之四五十 别的县区也有类似情况 太子县最为严重 所以我们的突破口就选在这儿 是不是太急了一点啊 现在的干部们对虚假浮夸都有一些司空见惯 咱们三人是稳定领导小组的组长 在解决拖欠教师工资问题上 出现了那么多的水分 闹得那么虚假 咱们如果不下决心 不用非常规的手段来解决它 很难向全社会交代啊 要不要请示一下市委常委 请示一下老龙 咱们这个领导小组 是市委常委会 授权下的 所以关乎社会稳定问题的 咱们都可以做出决定 龙书记那里还是汇报一下好 毕竟是全市范围内的县程会 那你们开始给各县区打电话 我同时向龙书记汇报 哎呀 这都后半年两点半了 那也不能光让咱们三个市长不睡觉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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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